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想跟大家聊聊 安装全污净水系统这件事 为什么我们选择安装全污净水系统 然后以及我们DIY的这么一个过程 首先呢我想来聊一聊 为什么我们想按全污净水系统 最大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 我们发现洗碗机洗不干净 就是我们搬到这边来之后呢 每次洗碗碗都会发现 或者有一些污垢残留 然后就是玻璃的这种锅盖死不干净 上面全是水垢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开始怀疑 是不是我们的洗碗球用的不够好 一换了这种洗碗球之后 发现确实可能是因为水质过硬的 这么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 喝水确实挺麻烦的 就是我们每次都要去从Cosco 买一大箱的水这样搬回来 不省环保而且确实体力上 也需要消耗不少 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现在是生活在德州嘛 就是前一段时间去Oregon 俄勒冈那边玩的时候 就发现当地的水质比较软 洗澡起来的感觉确实会不一样 然后第四点呢就是也是听说 安装这个全污净水系统 有很大的好处呢 其中就包括脱发 虽然可能大家多多少都有一些困扰 但是可能听说安装全污净水系统之后 脱发的问题可能会得到缓解 还有第五点呢就是我们听说 这个水质比较硬的话 其实时间长了对管道的寿命都会有影响 因为我们在找Cosco的人来跟我们讲解的时候 他会给我们浏览一些图片 就是看这个水质过硬 时间长了之后 这个管道内部是比较容易堵塞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开始了这个 安装全污净水系统的这么一个想法 一开始呢我们也是想就是找人来安装 也quote了几家 比如说Cosco的这个全污净水系统的供应商 也包括本地的一些全污净水系统的供应商 他们呢会到你家来看一下 你们家的整个情况 是不是适合安装全污净水系统 那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会比较贵 大部分呢都至少要五千到七千 甚至有一些可能要一万多 考虑下来呢觉得 如果通过这种供应商来说 确实对钱包上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我觉得找供应商来quote还是有好处的 因为他可以跟你讲一下 你们家适合什么样的方案 就我们的情况来说呢 因为我们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房子 所以呢我们的开发商是给我们预留好了一个可以安装全污净水系统的这么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就是在车库里有一个这样管子的出来 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安装这个前置过滤器 中央净水器还有软水机 并且它旁边也是留好了这个插座的位置 然后呢我们家的情况是 我们的热水器是没有这个tank的 就是是tankless的water heater 具体的这些情况呢给你quote的这个人都会给你讲一讲 你们家如果是有tank的这种water heater 热水器的话可能会要选择一个另外的解决方案 或者如果你们家如果没有留好这个安装净水系统的位置的话 可能需要在户外 然后需要接一些电线 这些的话他们都可以会跟你讲一讲 并且呢也会告诉你水压的问题 我听说的话 是如果你要按全污净水系统的话 你的水压至少要在80psi以下 就是说不能超过80psi 这些呢都是我们通过quote的时候了解到的一些情况 而且我觉得请上来quote其实很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可以给你更好的讲一讲这个软水系统和净水系统有什么好处 比如说它会拿一期给你测一下你家的水里有没有含氯 有没有含一些其他类型的物质 然后包括它也会给你测一下这个水的硬度是多少 然后它也会给你demo一下 对比一下你洗手时软水和硬水上面的区别 从跟它聊天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到 如果装了这个全污净水系统 你可以用软水去洗碗或者洗衣服的话 对于这个耗材的使用量是可以大大的降低的 你也可以跟它聊一聊这个全污的解决方案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其实是想止因水可以连到冰箱上 这样我们可以直接从冰箱里接水接冰都已经是软化过并且净化好的水 但是呢由于我们冰箱的后面没有排水到 所以呢我们这个方法只能多把 我们的止因水呢就只能安到厨房倒台洗手池的旁边 那考虑到我们家预留好的这个安装净水系统的位置 所以我们就打算DIY 那打算DIY的时候呢 也是不知道要买什么品牌的净水器比较好 这个我们也是看了小红书也看了YouTube上的很多视频 YouTube上有很多视频就是国内的一些品牌 国内的一些解决方案其实有很多测试视频 但是在国外的话你确实信息来源比较少 那我们呢也是在不停的看 在小红书上有一位大哥他分享了自己安装全污净水系统的一些经验 那我们也是选择了这个牌子叫做AQUAR SHURE 选购AQUAR SHURE的时候其实它是有不同的型号的 所以你们一定要看清楚自己家是有多少人 比如说我参考的这个小红书上的大哥 他用的是64000gallon的这么一个容量 而我们家呢选择的是48000gallon这样的一个容量 对于我们来说也是足够了 那这个盘子呢你可以在Home Depot买到 也可以在Maisley买到 我们最后呢是从Maisley买的 那这个机子那这个机子运来了之后呢 其实一开始我们也还是想找人来安装 因为毕竟有的时候觉得涉及到这个水 上水下水担心自己安不好会出现问题 我们家的厨房的倒台是这种实应实的材质 所以也担心在钻孔的时候可能会不会出现这个倒台的破裂 如果发生这种意外的话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所以一开始呢我们也是在找人看能不能来 只安装不买他们的机器 后来发现后来我打了一圈电话 发现只提供安装服务的人很少 因为大部分的商家可能他们还是想要通过 卖你机器加安装这种方式来赚钱 我大概就是问了有十几家 只有一家是能够只安装 然后他的这个安装费用呢是在900多 不到1000的这么一个水平 那我们觉得其实相对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就拜托师傅过来来安装一下 这个时候呢乌龙1就发生了 我们就发现Macy发给我们的package里 有1到2个部件是缺失的 然后呢由于我们选择的型号是48,000 gallon 它给我们配的这个潜注过滤区的大小也不是很匹配 所以我们又需要联系Macy 给我们再进行一次補发以及换货 好在整个过程是比较顺利的 所以当时这些设备都没有在水边 所以我们就 所以那个师傅呢也就没有把我们装成 等到Macy的东西都运过来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决定DIY了 DIY的话 其实Aquashore的官方是有一些教程的 你可以follow它 然后呢我们也参考了 就是小红书上这个大哥的安装过程 最主要的呢其实是 你需要量好你家水管的这个直径是多少 然后买到匹配的这种管材 我们呢就是因为一直量不明白 这个水管的直径是多少 所以Home Depot前前后后真的跑了有十次 就是在那个周末 好在我们家住的Home Depot可能只有五分钟的距离 但那个周末我们真的是跑了十次的Home Depot 然后到最后Home Depot的大哥见到我们 那时候都说你怎么又来了 然后呢我会把这个安装过程中需要的管材放到这里 你们可以到时候参考一下 主要呢其实就是需要一个这个Shark Bite 这种专门连接Water Softener的这么一个设备 我觉得Home Depot的服务人员呢是非常乐于助人的 他们可以跟你讲一讲 你可能选择什么样的管子比较合适 你也可以听听他们的建议 并且呢如果你也需要在你的厨房中导去钻孔的话 你也需要量好这个需要钻孔这个的直径是多少 然后去买相应的配套的器材 就自己加上电钻也就可以完成这个钻孔的这一个工作 现在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家安好之后的情况 那我来讲一讲使用这个全污净水系统之后一些感受 首先第一点呢确实是碗可以洗干净了 这个是简直是一个totally difference 你可以明显看到就是碗上不会再有污渍 然后你的锅盖也可以洗得特别特别的亮 就像这个化学实验室刷过来的石管一样 所以这个呢确实是一个肉眼可见非常明显的改变 其次呢你就会觉得洗澡的时候水更滑一点 并且你可能不需要用以前那么多的洗发露或者沐浴液 比如说以前你用三泵可能现在用一泵一泵半就够了 而且洗完澡之后身上的干氧感确实会少很多 然后呢这个我们也装了净水器嘛 所以现在喝水确实很方便 就不用再买去超市买水然后搬来搬去 还有很多的这种塑料污染 然后呢其他的好处还有就是发现 由于是软水嘛 所以你会看到就是浴室玻璃上的水垢明显变少 总体来说呢我觉得全物净水系统确实是能够非常的提高生活幸福感 然后让你觉得生活质量有一些比较好的提升 不过呢需要提醒的是 一定要了解自己家的一个结构和情况 是不是适合进行DIY 并且是要知道如果你用纳盐的话 这个软化过的水是不能够直接浇花的 如果你用假盐还是可以 然后我能想到的就这么多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随时和我留言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